今天下午,魅族16s Pro正式发布 新机依然采用上下对称全面屏设计 厚度7.65mm,重量166g 6.2英寸SuperOmeled显示屏,支持DC调光 采样率160Hz 正面屏幕指纹识别0.15秒解锁 处理器骁龙855plus搭配UFS3.0闪存 3600mAh电池 配置这一块顶级没得说 双超线性扬声器依然非常良心 拍照方面,后置为全索尼的三摄组合 索尼MX586,MX350和MX481 覆盖全焦段,前置三星镜头 总体评价来说 在魅族自认为完美的外观基础上 全面升级了配置 但是没有无线充电应该说是一大遗憾 价格方面 6GB加128GB,2699元 8GB加128GB,2999元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开售信息了 继续